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导国前进的节目 欢迎大家 今天今天导国前进的节目 节目 欢迎太家书堂 基本的导国前进的节目 基本的主持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陈卫婷 今天非常开心 今天是11月29号 大选后的第一次节目 我们的节目 所以当然大家过去这四天 可能都处在一个震撼 跟惊吓的状况里面 就我自己呢 也现在出来这个震撼 那天这个投票日当天呢 开完票的 开票的状况里面 其实大家都觉得 这个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 原本预期可能会赢 但是也还有点危险的 像台北跟台中 那都比预期赢的还要多 然后呢 其他地方 像是这个新竹桃源 我完全没有想到 可以在这一次翻盘 可是当然今天翻盘之后 现在过来过去这四天 当然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况 这个混乱的状况 包括说像是在马英九的当天 没有说要辞职 没有要辞党主席 但是过来过去这四天里面 但你看到现在媒体上面 最关注最聚焦的事情 就是说 在马英九这个129 这个后马时代 有人说他是跛脚马 那更有人讲说 前来没有 这马英九已经是断手断脚 断手断脚的马英九 在未来一年半里面呢 会有什么样的 这样的处置方式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那当然今天 除了要讨论这个 到底败选之后 可能新的走向 跟为什么他们会败选 这第一个问题以外 其实我们当然 作为一个公民团体的立场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 民进党胜选 就觉得说 是台湾完全的胜利 民进党胜选以后 其实下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才浮现出来 就是说民进党胜利之后 到底在野党的胜利 能不能去落实 去实践我们过去公民团体 在一贯坚持的价值 公民的参与 政府的开放 可不可以带来 新的好的 这个政策的落实 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点 所以今天在节目上面 第一段跟大家讨论 这个后马时代 可能发生的事情 跟监控这次选战当中 可能什么样造成 国民党败选的最大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 也还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开始讨论 包括说现在柯文哲 刚当选台北市长 可是马上这个蜜月期 非常短 这个蜜月期里面 包括像这两天 其实已经陆续报出来 然后柯文哲 可能面临到很大的争议 包括说像是他选了 这个林青荣 林青荣是过去的 林建署长 包括也当过台南市的副市长 林青荣曾经参与过 包括说新竹县的蒲玉计划 跟台南的反铁路东夷的案子 其实过去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对林青荣这个人 提出过批评 到底 柯文哲在跟大家讲说 他要来做这个 落实居住正义这样的诉求 可是到底选用林青荣 这样一个争议性的 过去的这样都记的官员 到底能不能 柯文哲怎么回应 怎么面对这样的争议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但是柯文哲 这个台北市府 另外一个这两天 爆出来的争议 就是我们的劳动局长 柯文哲其实在选前 其实他就非常的强调 未来市政府的这个参与 还有开放政府全民参与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他讲的iVoting 就是说大家透过 可以用电子投票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未来碰到什么样的争议 市政的决策 包括局处首长的人选 都可以让市民来共同投票 来参与来决定 但是问题是 这个决定的机制 到底什么样 就是说这两天 其实爆出来的 劳动局长的这个 临选的机制 有临选的委员 好列出来 是其实20个 可是那其实很 非常关注的事情 就是说这些临选的委员 他到底能不能代表 劳工的新生 这些临选委员 如果本身就有问题的时候 下一步 要怎么去选出 人们就是感到这个放心 感到信任的劳动首长 这是我们大概要讨论的问题 待会我们在节目上面 会给你访问到 包括这个前自权报 总编辑的这个 总编辑 这个许新黄 另外一个是 我们台湾农村政线的研究员 陈平轩 待会我们在节目的后段 会一一的要求他们 来跟我们评论 包括林青蓉 包括这个劳动局长的问题 一一来讨论 来检视这些问题 那第一个在节目 一开头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就是说 到底马英九 为什么会败选 其实我们在选后第一时间看的 其实非常清楚 包括说像是林家荣 包括是柯文哲 他们在发表他们的胜选感言 甚至是民进党 蔡英文在第一时间 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 他们其实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是说 没有一个胜选的状况里面 除了柯文哲 当然是非常的 非常的盛大的 然后也很公然的迎接 这个胜利以外 你看到其他民进党 各地的 尤其是很多 其实他觉得 自己这个胜选 胜选的莫名其妙的 这个各地的民进党团队 其实对于主要基调 就是说 大家在惶恐 就是说 怎么会赢得这么多 所以你看 民进党 他讲的实际是 他们很诚惶诚恐 在迎接这个胜选的胜利 这里面 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于说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惶恐 会对这个选出来的结果 这么惊讶 其实当然就是因为 在选前 其实每一家的民调 每一家的媒体 去民调出来的数字 没有一家民调是 准确的 那这民调 过去已经很多人 去检讨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其实很大在于说 过去民调的方式 其实是打电话的家里的 那个电话里面 去做民调 可问题是 有一群人 他一定会被这个民调 所忽略 那一群人就是 他可能长期不在家 在外面念书的 这些年轻人 就像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内 所以长期省略忽略掉 这些年轻人的意见 的结果 就是年轻人这一次的选票 比过往的投票率 还要来的高 显示出来 就是年轻人 事实上求新求变 在这一次选战当中 这个选举的结果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 这次胜选很重要的原因 那年轻人 当然我们要讨论说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 这一次会去扮演 这个选举很重要的角色呢 背后到底呈现 什么样的价值 我觉得当然这个 很多媒体 包括说 其实第一时间 把这个选战结果 定掉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 这个国民党非常崩会的 节目主持人陈文倩 陈文倩第一时间 在媒体上面崩溃 陈文倩说 这个选举结果 就是这一群 太阳花的暴民政治 取得了非常大的胜选的结果 就是所以他觉得 国民党要完蛋了 台湾要完蛋了 因为这些暴民政治 已经主导了 我们这个过去国民党 这开放的 拼经济的路线 未来台湾的经济 完蛋了 是陈文倩第一时间 讲出来的结果 当然我同意他前半步 就是说太阳花运动的 运动的价值 在这次选战当中 必然会有一定的角色 但是当然我不认为 台湾很完蛋 我们重新来检讨 过去这段时间 马政府的选战的打法 跟选战的结果 我发现一个 非常重要的价值 非常重要的结果是这样的 马政府其实在选前 就几点 是马政府他提出来 作为选战的主要论述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选前两个礼拜 通常他打出来的事情 过去都有效 这些东西包括说 像是两岸牌 马政府过去六年的执政路线 他告诉大家说 两岸的稳定是国民党的强项 可是在太阳化运动当中 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所谓的两岸的和平稳定 其实背后是拿交换台湾的主权 丧失台湾的主权来换来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经济牌 马政府告诉你说 因为两岸和平是国民党的强项 所以和平开放是国民党拼经济 拼经济也是国民党的强项 问题是在太阳化运动当中 我们看到说 这些拼经济到底是拼谁的经济 其实过去马政府六年 两岸开放的这个路线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马政府在2008年 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说 ECFA签下去以后 这些台商会归于回游 他当时举出来最重要的一个厂商 叫顶心为家 可我们发现这些归于回游的厂商 然后回来不是把他的钱拿去投资盖工厂 让更多的人可以就业 让两岸的经济的利益 可以让劳工来享受 而是反而让这些财团拿钱回来以后 去炒房地产 把台湾的房地产炒高 让台湾的年轻人更买不起房子 住不起房子 反而没有让更多的人 可以提供这种就业的机会 所以其实经济牌在过去六年 大家已经看穿了 就是这个经济牌 其实只是让少数跟国民党 跟共产党关系很好的台商 可以获益而已 马政府在过去两个礼 在选前两个礼拜 他打出来的那个牌 叫中韩FT也会冲击到台湾的经济 可我没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上马政府还是一样在用 这种谎骗的方式 用夸大的数字来恐吓台湾的民众 所以两岸牌失效了 经济牌失效了 还有一个牌失效是什么呢 我看到最爽 其实就是台商牌也失效 过去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2012年大家在归咎 那个最后选前的最后的关键 为什么民进党会落败的时候 大家常常会讲说 这些台商包括郭台铭 包括王雪红 这些人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说 他们支持九二共识 所以这次选举 在最后两个礼拜 你看到郭台铭非常的忙 郭台铭好像是国民党 最重要的辅选的大将一样 到所有的县市去 他只讲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 我就投资多少钱 在这个地方 制造这个县市多大的就业机会 可是其实我们在当时 第一时间就把这些郭台铭 过去六年 所有做出来的选举 承诺的支票拿出来 发现大部分都跳票 所以大家其实也醒悟了一点 就是说这些财团 我们过去把他们当神一样 这些台商 我们觉得他们是经营之神 经营之王 可是在过去六年的经验检视里面 我们发现这些台商 事实上跳票 他事实上就是这里面 最大的获益者 可是这些获益完全没有回到 台湾劳工的身上 所以最爽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郭台铭当时 曾经站台的六个县市首长 全部都落选 不得爽 所以这次的选举 我认为它当然非常大的意义 在于说过去当然 大家认识说年轻人不出来投票 可是这次年轻人出来投票 那年轻人出来投票背后反映的价值 包括两岸牌 包括经济牌 包括台商牌 这些东西都被打回冤心 马胜幅过去六年 所有使用的这些招数 通通失效 这是我们这次选举非常重要的结果 那下一步我们要什么 下一步我们要的事情 包括像是 我们要 巩固我们的主权 不能在这样两岸的谈判过程当中 去丧失 另外一个是 当然经济牌 我们不能再允许这种两岸的政商集团 垄断台湾的经济利益 要更公平更正义的经济的结果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两个事情是我们未来要推动 当然 下一步要推动什么 这两天大家已经看到 包括姚立民跟林卓水 出来开记者会 呼吁国民两党合作 做宪政改革 宪政改革也是我们在三月运动的时候 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 当然我认为未来一年半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未来一年半 我们要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刚刚讲到了 去反对马政府 现在一贯还在推动 选前两个礼拜 他还接受国际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在持续推动说 他未来一年半 要货帽 要服帽 甚至马习会 两岸和平协议 这件事情我们通通要反对 反对之后 重新找到我们下一步 主权如何巩固 经济如何转型 然后宪政如何改革 非常重要的专列点 这是我们未来一年半 要推动的工作 当然你问我说 那国民党现在到底 有没有反省 有没有要改革 当然我们看朱立伦 马英九都说 国民党要改革 可是你看到这两天 最新发展出来的情况是 马英九辞当主席 可是上来是吴敦毅 然后隔魁总职 可是上来是毛泽国 大部分的阁员都留任 当然目前为止 看不到任何国民党 要改革的迹象 我们继续看下去 未来一年半 当然马英九 现在是一个拨脚马 但是他有可能反过来 为了要保护他的政权 持续来强推他原本的政策 这是未来一年半 台湾政治的主基调 那我们当然要持续监 我持续跟他对干下去 好谢谢 大家待会节目回来 我们持续来讨论 这一次柯文哲的任命 举处首长的争议 我们不只要监讨国民党 我们看到监督 我们现在选出来的新的 这些县市议员 县市的首长 这才是一个台湾的国家进步的关键 谢谢大家 我们带我回来 好欢迎所有听众朋友 回到我们导国前进的节目 每个礼拜四的下午五点到六点 会在空中 我们轮流来主持这个节目 跟大家讨论一些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刚刚跟各位讨论了 马政府在这次败选很重要的原因 那接下来呢 除了持续跟马政府这个主要的货帽 服帽这些路线 继续跟他缠斗以外 当然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民进党大幅度的胜选 柯文哲取了政权 但是我们下一步 其实要持续来监督这些政策 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今天当然 他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 是柯文哲现在当然 最直接 虽然还没有上任 蜜月期非常短 几乎没有蜜月期 在隔天呢 宣布说包括说 像是文化局 然后教育局 还有这个劳动局呢 都准备要来任命首长 可是任命首长 并不是他自己来任命 柯文哲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政检 就是开放政府全民参与 要让这个民众用这个投票的方式 还有选出他们的这个局处首长 但是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争议 其中一个争议 就是劳动局的首长的这个任命的过程 临选的过程 其实这两天在很多 包括社会运动界的朋友 等于公运的参与者 其实大家都提出说 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那当中 那今天我们当然也跟大家访问 昨天也写一篇文章 来检讨这样的方式的一个作者 我们欢迎那个青黄 徐青黄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韦丁好 徐青黄是这个 前北美自权报的总编辑 为什么是前呢 因为他之前 这个青黄之前大陆 有看到他只有出现 出没在一些这个 这论节目上面 他大概讨论 包括之前食安风暴 还有前阵子中海FTA 跟货帽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提出了 他一些很专业的见解 那今天 昨天那我们青黄写了一篇文章 就在写到 关于这个 克恩哲的这个 劳工局长的 临选的问题 千万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当然你认为说 这个临选过程到底 你觉得什么重要的毛病 其实这样讲好了 对iVoting这种开放公民去参与 去决定 就是说这个行政议题首长 这件事情我是支持的 但是问题是出在这个 林选委员的部 林选委员的组成 这样说好了 劳工局长是一个需要专业 至少是需要对劳动 就是劳动人权或劳动关系 要很了解的一个人 他才能去担任这样的职务 所以设定林选委员会 这件事情是有需要的 但是问题是在 人员的组成的部分 我们不能昧于现实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其实不了解的是什么 一般人不了解的是 你想想看 我们常看到 莫名其他很多工会的人出没 工会这两个字 职业工会 产业工会 劳工联合会 你想想看 有多少的工会的字眼 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只要看到工会两个字 叉叉工会理事长 某某工会的 比如说什么总干事 你就认定他一定是 比如说他就是劳工代表 那这个观念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对 就是说其实 首先当然他的 柯文哲的iVoting的过程里面 当然除了 有一部分是大家可以来 大家投票 但是其中临选委员 他其实有一个临选委员会 临选委员会里面 其实占了大概有20 有20个人 是这次临选 24个临选委员 那这临选委员 在里面我们看到里面 就是大家的名称跟头衔 其实有很多 之前包括说像是 有一些当然是 在处理的劳工问题的 劳工的教授 那里面其实有一些是 看到有 产业工会 也有职业工会 这些的问题 但现在大家很多工运的朋友 其实大家质疑的事情 就是说 这些职业工会 是不能代表劳工 那清皇到底这没什么差别 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 其实你们没有发现 为什么在工会的组织外 有这么多的劳工团体 有这么多公运团体 而且他们都不是工会 因为传统的工会结构 我们比如说全国总工会 那是国民党过去 为了掌控劳工团体 避免劳工就是起来反抗他 所以才搞了一个 全国总工会这个架构 然后在全国总工会架构下 才有各县市地区的 所谓的县市的总工会 然后以及很多的职业工会 挂在他下面 然后当初民进党 为了跟他对抗 应该说 不能说民进党 这就是说是最早的劳工团体 为了跟他对抗 然后所以才跑出了一个 所谓的产业总工会的概念 在产业总工会的概念 出来了之后 那个时候国民党 一直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承认产业总工会 是一个合法的工会 一直到民党上台 就是两千年上台执政的时候 才把产业总工会纳进去 当作是合法的工会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工会才能够自由的去组成 然后所以 那个时候才成立了 全国产业总工会 但是民党那个时候 是把全国产业总工会 拿来帮自己的劳工政策背书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全国产业总工会的 民党直接把他里面的那个头 拉出来变成 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然后等于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打压公益 然后让他们说工益 就是一度很多劳工的立法 就是竟然是产业总工会 提出来帮忙带搓汤圆 然后等到政党轮替之后 产业总工会又被国民党伸手进去 所以现在的产业总工会 就是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 竟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传统工会结构是怎样 它根本就是高度政治化 这是一件事情 所谓的产业总工会 就是你劳工 就只要是劳电宝是有特定雇主 是挂在公司下面的人 就可以去加入那种产业总工会 或是总工会的结构 所以要产业工会 那另外一种我们要讲清楚 叫职业工会 职业工会是更特殊 为什么很特殊 它其实简单的说就是 你是你没有特定的雇主 比如说你可能是在礼法店工作 你可能是在比如说洗衣店工作 你可能是在修桌压工作 那雇主不让你挂劳电宝 你是把劳电宝挂在 所谓的职业工会下面 那反过来讲 他的雇主本身有没有劳电宝 他也是挂在职业工会里面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职业工会里面 本来就会有很多资方的人 只要是职业工会的干部 理事长 常常本身他可能就是一家店的老板 甚至是好几家店的老板 他是这样的资方结构 然后他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让大家拿去投保的一个工会 他做最多一点这件事情 那你看到这个结构就知道什么呢 政府就会透过职业工会 应该说政党就会把职业工会纳进来 当作自己绑装的一条途径 所以台湾的很多职业工会 其实都有自己挺郎或是挺郁的属性 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看清楚 其实我相信这个事情 其实大概很多劳工 自己本身也了解这个没干 但其实很多人认识工会 包括说我可能要去 为了要保劳保 所以我又参加职业工会 所以大家其实认识工会 一开始那个角度就跟一般来说 那种搞劳工运动的这些人 认识工会角度很不一样 对于搞劳工 对对于这些搞劳工运动的 就是这些运动者来说 其实工会其实应该是工人集结起来 大家作为一种跟资方在对抗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 可是当然国民党也深知这一点非常可怕 所以在早期开始 其实像刚刚清皇讲 就已经把这些工会 自己成立工会也禁止其他人成立自主的工会 用这种方式来收容劳工 那后来当然一段时间 80年代民进党在搞这个劳工运动的时候 事实上有一些外围的团体 大家去搞一些比较自主的工会 可是民进党上台以后 搞这个全产总 全国产业总工会的时候 又把它拿回来用一样的做法 所以各位如果现在看到 街头上面在搞很多劳工抗争的 通常不大会是工会 你看这些什么滑笼自救会 他们事实上是因为没有独立的工会 所以是退休之后 大家组成一种自救会的形式 国道收费源自救会 因为这些人本来在自己的行业里面 要去自己成立工会 这已经很困难 所以刚刚点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职业工会这个事情本身 它其实跟资方纠葛不清 产业工会 就算是产业工会 也不见得就是完全站在工人立场 很多产业工会 所以我请你想想看 你们今年在那个318 那个就在反福茂的时候 全产总竟然是要求自己的会员 不准去配合318的游行 你知道吗 不准去参加所谓的太阳化学运的活动 这是很等于所思的事情 福茂是冲击台湾70%就业人口的 一个贸易协定 然后竟然 你想想它里面牵扯到多少行的就业问题 然后全产总竟然要求自己的会员 不准上街头 那工会结构在国民党上来之后 就是满有在职政之后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这么多领20几k的年轻人 有几个人真的加入过工会 没错 没有啊 没错 所以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状况就是变成是 这里面柯碧提出来这个名单 有职业工会 有产业工会 但职业工会 当然讲到它的问题 产业工会不见代表劳工的利益 就是我们回来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柯P其实在这两天 面临到这些批评的时候 要告诉你说 不要只拿出批评 要告诉大家怎么做 那清晃你现在 你觉得说面对柯P现在这个将军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 其实我为什么写这个 只是告诉 我就是用正面讲说 告诉柯P你的问题在哪里 其他的工会的部分 其实坦白说 他们到底没有代表劳工 对我来说已经是问号了 可是呢 因为职业工会 我就是只要是知道内情的人应该都很清楚 里面其实很多人根本本身就是资方 那你怎么会要资方去审选一个劳工局局长 尤其劳工局局长这个角色 很多时候是要做劳动检查的 检查比如说 那个公司里面到底有没有 比如说抛食工作 然后里面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合理 他要做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对着资方来 可是你叫资方去决定这个角色 不是很奇怪吗 那我听到一个很好的说法 是说劳工局长因为牵扯到劳资关系 所以要劳方跟资方一起来决定 那可以啊 我不反对这种观点啊 就是可以讨论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如果想让资方参与 那你就大大方方去找所谓的产业工会 公共的工 直接找什么资讯产业工会 直接找那种人来就好了 那你干嘛找 就是打着劳工团体 旗号的看起来 其实本身竟然是资方的人呢 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对 但其实我也不是很同意说 这个劳工这个问题 要跟资方一起合作一下讨论 劳工局至少要成立 这个很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为劳工的利益着想 像劳动部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政府 大部分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劳工局跟劳动部应该改名 叫做这个资委会资方局 这其实大部分的状况 难道以柯P在这个状况里面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 他至少那名单先换掉啊 说实话就是这样子啊 没错 就是临选委员会的名单 应该先往下检讨 这个名单到底是谁给他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单 哇 你这更敏感了 这个名单是他的总算是李英元给他的 对 李英元给他 因为李英元是之前的民进党时期的劳劳会主委 所以是李英元发了这个名单出来的 对 当然民进党时代的劳工政策的 劳劳劳会的劳工政策 其实是非常值得检讨的一点 如果这个名单 如果李英元给他的话 其实下一步我们要问的事情 其实进一步检讨 已经拿到你2008年之前这8年 才处理劳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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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的事物的时候 到底哪些值得检讨的地方 尽可能是下一步 我们要去进一步讨论点 让大家来彻底检讨这个问题 OK好 今天谢谢亲王 我们大家差不多这段时间节目到 谢谢亲王 我们接下来有时间可以再继续讨论 好 谢谢大家 谢清皇 好 我们广告待会回来 谢谢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的呢 这个老国前进的广播节目 每个礼拜四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 我们都会准时 大家轮流来上来跟大家 跟讨论最新的这个政策跟议题 刚刚其实我们听到 就是柯文哲在这一次 在任命他居住首长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关心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说 公民社会要去实践 我们在政策里面的实践 我们推选了这样的代理人 去选这样的居住首长也好 或是未来可能国会议员 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说 到底他当选之后 能不能去落实这一些 我们过去公民社会再两三年 包括土地正义 包括居住正义 包括劳工的政策 能不能去反映 我们在关注这些议题 如果你选出来的这些居住首长 都还是很争议的人物 那你怎么去落实 你自己在讲的这些东西 刚刚讲到劳工政策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居住正义的问题 就是说在里面这个问题 其实克文哲在选举的时候 他刚才提到说 他要办公办读根 要有社会住宅 等这些居住正义的问题 但是他现在选出来的这个人 就是现在准备当他副市长 这个叫做林清荣 过去也是赖清德 曾经延览进去台南市政府 当台南副市长的一个人物 过去他是营建署长期间 曾经推动这个新竹县的这个浦育计划 台南市台南副市长期间 其实推动这个台南铁路东移的这个政策 各位如果有看的话 其实这都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几年 大力批判的议题 所以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报道里面的提到 这个可以念给大家听 对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 我们长期关注土地征收议题的 台湾农村政协研究员陈平轩 受访表示 林清荣曾经参与南铁普遇这些富难征收 立场人署开发派 他认为这样的事情 人事安排 是没有办法回应 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另外一个人叫陈维廷 陈维廷也曾经在 2012年的10月20号 在脸书转贴 这个 这个强抢民地 把交大当跳板 求援兼裁判林清荣 现在被赖清德当做这个副市长 去进行这个铁路东夷的征收呢 是非常 是跟刘总宏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我们过去这几年 在做这样的批评 现在我们线上的跟大家访问到 这个报道里面有发言的 这个台湾农村政协的研究员陈平轩 哈啰 平轩 对 平轩就是 台湾农村政协其实就是2008年的时候成立 在过去这几年在反对土地征收 从大浦安开始 他就一路这样打下来 在谈土地征收条例 到底为什么过去这几十年 我们为了要开发 为了要开发呢 然后就用这种很腐烂征收的方式 在做开发 牺牲我们的农村农民 也牺牲很多这些居住的正义 所以台湾农村政协是过去这几年 一直在打这些议题的角色 那平轩你给我讲一下 林清荣 你对林清荣有什么意见 基本上这一次 就是新任的柯市长 然后任命的林清荣担任他的副市长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要林清荣来做 台北市的都更的推动 那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惊讶 也非常的遗憾 那林清荣过去 他就是在土地开发的这个问题上 其实受到许多的诟病 那像威婷刚刚有提到的 包括他在新竹市都发局 他在新竹县都发局任职的期间内 那主导了普遇计划 甚至后来他到中央当营建署长的时候 是直接在中央核准了台湾远区的计划 所以引起球员兼裁判的争议 然后到他在台南市当副市长的期间 那么来也推动这个具有高度争议的 南铁那个地下化工营的这个案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林清荣在这些具有正硬的土地开发上面 那么他都是站在一个开发派的立场 那么对于居民或者是人权的保障 其实落实的并不是这么的好 那么所以以核市长口口声声在选前说 要成立一个开放政府 要公民参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却背道而辞 选了一个公民在公民领域里面 批评胜烈的林清荣来当副市长 那甚至是说在被质疑了之后 然后说做都根本来就要找比较凶的人来做 那这样的遗憾 那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惊讶与遗憾 那我想柯市长在选择林清荣的 这一个人事决定上 他可能没有搞清楚 说所谓的居住正义是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社会大众对于居住正义的诉求 并不是因为都根做的太慢 或是因为都根做的太少 是因为在都根做的程序过程中 那么人权是不是有受到充分的保障 那么一般人民的意见是不是有受到充分的保障 可是柯市长把重点放在速度快不快 那么那个案件数量可不可以赶快的解决 那我想他搞错重点 这也是因为他找了一个 就是林清荣这么广受批评的人 来当副市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请林清荣来当副市长 以林清荣过去的资历看起来的话 那么要林清荣推动一个可以符合居住成績的毒痕 那我想应该是请鬼抓药丹啦 OK对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就在林清荣过去我们讲蒲玉 我们讲南铁东义到底有什么问题 平轩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到底蒲玉到底蒲玉 南铁东义最大的争议点到底在哪边 是那么蒲玉计划是新竹县政府 已经在推出来十几年的一个案子 那过去呢在这个案子上那么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 这个地方因为它大部分属于特定农业区 那么在现在国内农地已经非常洗澡的情况下 那么却还要用这个绝大部分是特定农业区的地方 去做一个都市计划 可是事实上呢就是新竹的空屋率一直来说居高不下 那么新竹近几年那么也开发了许多的都市计划 包括在竹北的地方就有高铁特定区 限制三期 台科大案等等的 那这些都市计划它的发展率都未达预期 所以说那在这个地方它却又用了一个 可能根本没有必要 然后已经受到各方批评的说这个台资园区的计划 那事实上它并不是要做科学园区 去发展它的城市的经济 它是用科学园区当个幌子 然后实际上是要找证 是要把农民的土地征收过来 然后卖给建商盖房子 所以这个案子的本质 其实跟大埔事件是一模一样的 对就是一个计划案里面 他宣称说我们要 我们征收是因为地方要发展 要盖园区啊 要给他就业机会啊 后来发现真的盖藏房的地方都是小小的 大部分的地区其实都是划给建商来盖房子 现在大埔那个地方其实已经 房子都已经盖起来 一栋有两千万 两千万起跳的这种方式让大家来炒地皮 那南铁东移呢 那南铁东移那是另外一个争议的案子 那么因为当初那个台南铁路 那么他们要做那个地下化的规划的时候 那么县政府就以说 因为一些工程技术上的问题 那么比方说或者是说车站保留的问题 然后他要把铁轨然后在地下化以后 从原址往东边去移动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个移动 就会征收到本来铁轨旁边的一些住家这样子 那其实南铁东移的居民 他们并不想阻碍城市的发展 那么他们也认为说地下化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好事 那么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地下化 而是东移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这就会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替代方案 比如说他们愿意同意说 我为了城市的发展 可以先让市府征用我的土地 那等地下化施作完毕之后 那铁轨在原地地下化以后 然后我的土地再发还给我这样子 那配合的市政的方式去做 賴清德市长并没有愿意 在这个过程中 他并没有拿出与居民沟通的诚意 那么只是一一而孤行的 相信的所谓的工程专业 可是对于民间提出来的替代方案 却置之不理这样子 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对其实就是说 大家其实大家如果看那个报道上面 就是很多人会为爱清德辩护在于说 很多大家你看台南市的交通啊 对啊如果你现在如果在网络上面骂 这个爱清德这个市政 你就会碰到很多台南的这个乡亲 来回应你说你给我来铁路旁边住两年试试看 每天都塞车 你为什么要反这个台南市的开发呢 但其实我没有反对台南市的开发 就是说你这个铁路地下化 其实报道自就本身也不反对 而是本来这个地下化的计划 它是可以用征用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施工完成之后 把房子再还给你 可是现在反而改用征收的方式 而且这个施工的计划 是我们有这些过去的行政院的核定之前的方案 包括说像是这个 现在民间的工程师提出来的 这些施作的方式都是可行的 但赖清德到目前为止 不愿意开一个听证会的方式 来采用这样的方式 那就是这两个案子 包括普玉 包括那些东西 也就是现在林清荣最受人诟病的问题 那除了柯文哲的任用林清荣这个事情之外 我们来聊聊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桃园 桃园其实在我们选前 碰到一个很大的争议 包括吴智洋 大家说要批评的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台湾史上最大的征收案 比这个大浦的真正地的面积大上几十倍 叫做这个桃园航空城的案子 品轩 就你们了解就是说 现在那个郑文山上台之后 对于这个航空城的案子 现在目前态度大概是怎么样 那昨天其实报载都有讲出 都有报导出来说 郑文山上任市长之后 那么对于航空城有一些意见 那么郑文山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那么他在下乡的时候 有听到一些居民的意见 那基本上如果居民坚持反对的话 那么他会考虑保留 但是那个前提是在不影响公共建设的前提之下 那郑文山是 郑文山的说法是说 他认为航空城的开发确实有必要 所以他也会全力推动航空城的开发 可是土地征收必须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 那我想这样子的说法 他还是保留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曾然是比先前的吴志阳市长 就是那样子傲慢不理的态度 是稍微有一些进展 但是我想这个后续还是要看郑文山上任市长之后 他实际的施政方针是什么 因为实际上郑文山这样子的说法 并没有对航空城承诺什么东西 那么即使他重新检视航空城计划 那么万一他又比方说公共建设 比方说公共建设需要 或者是说地方发展需要 这是过去国民党政府也常常拿出来的理由 那么这样子作为搪塞的话 那么浮烂征收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那么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政市长 新上任的政市长也发言 我也觉得有点遗憾 就是他还是没有去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 就是说现在的航空城 他为了要带那条必要性 目前人模糊不明的地上跑道 却画了一个4000公顷的都市计划 这么大范围的都市计划 到底有没有他征收的必要性 跟公益性的存在 那么郑文山市长的发言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那我想这个是 郑文山在航空城这件事情上 态度模糊不清 让公民社会仍然不是很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OK好 谢谢萍萱 那这是我们在这边的讨论 谢谢萍萱 那我们到广告回来呢 最后做这个节目的收尾 谢谢萍萱 拜拜 欢迎大家回来导国前进的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陈维婷 我们每个礼拜四的五点到六点呢 都会在这个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 一起来提供一些社运团体的朋友们 对于现在的实证的分析 现在我们的节目 其实一开始分成几个段落 三个段落在第一开始 我们来检讨马政府 就是说 接下来未来一年半 马政府说要改革 可是马政府现在推出来的人选 包括像马英九终于在 昨天正式的宣布要辞去党主席 党主席这个现场 持续的现场放弃哀歌 放弃国父祭奠歌 非常的悲哀的感觉下台了 可是下台呢 接下来接任副这个主席人是谁 我们看到说过去这段时间了 包括郝隆斌 吴敦义第一时间都是要辞副党主席 可是我发现他们又不辞了 不辞了后来现在确定上来 接任党主席人叫吴敦义 我们问的事情就是说 吴敦义跟马英九当上主席 有差吗 这又是什么改革吧 另外一个是谁呢 另外一个党魁呢 当然 江英化其实也在选 开票还没开完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持续行政院长 持续行政院长 现在谁上来组阁呢 叫毛治国 毛治国同志讲的话 当然现在目前正式的阁员 还没有宣布到底谁来当各个部长 可是毛治国现在已经放出来的消息说 大部分的歌员都会留任 那留任这个到底在改在哪里 过去段时间我们在推动这些事情 包括说像是从太阳化运动的脉络下来 我们就对两岸的经贸谈判的问题 提出很多的质疑 那未来马英九也在选前讲过 未来还是要持续推动 我们赶快让福贸通过 赶快签订货帽协议 那这些协议本身 当然他其实都受了很大质疑 那现在 旧的阁员全部留任 包括像是杜子军 经济部长杜子军 包括像是国防会主委管宗敏 包括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这些人都留任的话 那到底这个政策有什么改革的迹象 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马英九未来一年半 很多的政治评论家也分析说 就好像其实每一任的总统 到最后两年 台湾的宪政抵制是很重要的 问题在于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反映 我们对于这些总统的监督 你看到日本 如果他的施政 像前圣子齐 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宣布解战他的国会 就是说像这种状况是 当你就有宪政僵局 就是你现在施政 已经满意度到达非常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像在其他国家 他可能用解散国会的方式 或倒阁的方式 可以让人民重新再做一次选择 就是说 你现在不选我的施政 没关系我解散国会 让大家重选一次 那如果重选 如果我又赢了 我就拿到这个权力 我自己去做我的施政 如果我选输了 那我就乖乖摸摸鼻子 更改我的政策 可是台湾的宪政体制 是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现在一个僵局 我们的总统 号称是一个双首长制的国家 总统可以任命行政院长 可是永远 行政院长是有责任 但没有权力 总统是有权力但没有责任 总统不会到国会去受到 这个国会议员的监督 国会也没有办法去 国会虽然可以对行政院长提出倒戈 可是呢 对于总统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有直接可以监督 跟执衡的权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提示底下 我们发现我们后来 从贬政府时代开始 每一任总统 到了执政最后两年的时候 通常都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民众已经对他的施政 非常不满 但总统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去征询新的民意 来改变自己的施政 那最后两年那怎么办呢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施政承接 保证自己的未来卸任之后 不会遇到太多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就动员 他们自己最基本教育派的支持群众 对马英九来说 当然就是那些最亲中派的 对最需要两岸的财团利益 这些财团 去符合这些人的利益 来争取他最后的支持 所以可以合理的预测 马英九接下来的路 会不会因为跛脚 所以他就往后退缩 可能不会 马英九可能更加的强硬 去强推这个福帽货帽 这些问题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未来一年半好好面对 那刚刚总结一下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刚刚请徐清皇 今天总编辑 请这个农政的研究员 陈平轩跟大家分析的事情 其实是说 那新上任的政府 各地的民进党政府 不管是桃园 面临到航空城的问题 在新竹其实看到之前 在选前有R1的收费员 R1的道路的征收的问题 台北市有这个劳工的 林轩委员会的问题 然后林轩蓉做副市长 面临过去这些 包括南铁 包括璞玉的 整首要点重大的争议 在这样的争议底下 要怎么样去符合 客户者在劳工 在这个居住争议上面的政策 现在都花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其实我们都说 选前第一 开票出来第一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一致来讲 其实就是开心一天就好 开心一天就好 其实接下来 在一年半 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在于说 你必须要讲到绿色执政 或是在野大联盟执政 品质保证 必须要让大家去信服这一点 如果大家可能会 包括这些批评者 在骂克文哲 或是骂民进党支持者的时候 常常会受到一种反面的批评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怎么在骂民进党 这样会让国民党 有机可乘 乘虚有入 你现在把这些民进党的 这些执政者骂倒了 那2016年民进党就会执政 国民党就会执政 所以为了这个 我们要想忍卫国 所以我们一定要 就是不能骂那么凶 但其实我是反面的想法 其实我们应该 站在另外一个立场 就是说 为了让这些 我们自己选出来 这些政治代理人 很多时候认为 或是我们自己这个阵营 至少比国民党好太多的 这些代理人 让他的执政是保持在一个程度之上的 那我们应该去试试的鞭策他 甚至适度的去参与他这个决策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落实这一点 那柯文哲讲说开放政府全民参与 其实我们现在这种 一种参与的方式 大家在提出我们的意见 其实无非是希望让这个 我们好不容易 已经打败连胜文 选出来这个政府 能够去维持 他的这样参生的品质 不要有一天搞到 劳工团体 我们这些所有的社会运动者 还必须要到市政府的门外 去跟他抗议的这种状况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那接下来呢 未来一年半 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 持续来抗拒马英九的这个 两岸的整个路线 另外一方面 好 先监督我们这些执政者 好 今天非常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陈威廷 这个节目呢 叫做导谷前进 每个礼拜四五点到六点呢 准时跟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 大家这个路上小心 拜拜